人类观察 网易宣布代理一为一 英国父母给小孩请堡垒之夜教练 称这是提升亲子关系的良好途径 出现了 这位家长给小哥们报名暑假吃鸡补习包 参与到他二特长班的日子不远了 美国盲人游戏主播 在COD中成功击杀了7611人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系短期目标 是能攻下万人击杀记录 真正的FPS高手 不需要示篮 控制英秋在《银魂74》后留言称 《银魂将于今年内完结》 于2004年开始连载以来 银魂销量超过5000万册 后见女孩CV挑战真实瀑布修行 等等 不应该是男子飞去修行 然后变成女生大佬吗 那是还卡 来看看台湾小学生们COS的血小板吧 本期头条 据悉 平安集团两位员工上班时忽然摔跤 其因是因为产品经理对程序人要求 要根据用户更换的手机壳 来自动更换APP的主题颜色 最重要仍被双双开除 从AI来说没有不可能 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哦 怎么做到的 很简单 要用户换颗前对着壳拍张照片就好了 那不行 那产品不都说了 要自动更换 自动的呀 那也行 咱们监控起用户的后置摄像头 一般人总会没事搞个对镜自拍啥的 从镜子里也能识别到 识别是能识别 但很不及时啊 万一我换完课很久才自拍 这功能不就一直用不到了 不是 那就 那就监控你的麦克风 你换完课总会忍不住炫耀的吧 你看 这是我新换的这个红色手机壳 好看不 然后听到我赶紧换 怎么了 我们二战哪有人可以炫耀 那 那就监控你的京东淘宝下单记录 看看你到底买了啥 这回过即时了 可能你还没有收到手机壳呢 主题进行幅化好啦 人在京东淘宝有多少安全措施 是你能随便监控的吗 嗯 说的对 那看来我要拿出绝招了 什么绝招 打开前置摄像头 试评你瞳孔中手机壳边缘的反光 这 那我有更好的办法 好 直接扫盲用户脑电波 看看他在想什么颜色 好主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 经典巨星里被魔王拐走了公主 在勇者到来之前 是如何度过每天的 本期的一次元观察 就为大家推荐这样一部 讲述公主在魔王城中生活的作品 本作在魔王城说晚安 是从2016年开始 在少年三倍上连载的漫画 作者熊之谷兼词时 很喜欢画欢乐像作品的漫画家 而且是真的很喜欢画小熊 话题扯远啦 在文明时代 暴力可不能解决一切 对待人质也是要讲究基本法的 更何况还是一名原本娇生惯养 在睡梦中被诱拐的可爱公主呢 作为重要的人质 公主在魔王城 并没有受到粗暴的对待 可是公主在魔法城里 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除了睡觉 可惜公主睡觉的地方 实在是比不上在王国的条件 于是踏上了提升自己生命质量的道路 比如买头恶魔小熊为自己制作安眠枕套 安眠眠 安眠眠 再比如通过安眠的交易 获得了杀伤的武器 把魔物做成高级床拦手等 但是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至于之后 公主会与自己的睡眠环境作斗争 也请大家自己去云探究竟吧 说不定大家也会像故事里的魔物一样 被公主攻略 那么本期人类观察就到这里啦 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